彩排过了,所以我们已经把东西先抓下来在这边 二的话,也许你就再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开始用录制聚齐 录制聚齐的话,就是开始做什么?做刚刚的动作,你把它录下来 录制聚齐的话,你就要彩排,所以刚刚我们假设已经彩排OK了 接下来就是要把它录下来 一样,你也不能有NG,不能多余的动作,反正就把刚刚该做的动作做一遍 OK,那所以录制聚齐的话,我们名称我把它取成叫做 因为我上面就都有啦,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云南上都有,就这个网址 Google Google的话可能,因为之前本来排第一,他现在没有排第一个,给他找一下 然后就打勾一下,其实就是这个资料 从web 打勾一下 OK 然后这个是录下来的结果啦 我假设我再把它录一遍 所以我的名称叫大家都下载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 所以第1个名称给他 接下来按确定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NG了,所以你刚刚彩排要 要熟练 OK,所以1按确定 好,确定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 好,这时候的话 他就 帮我们把那个 这个动作准备好,然后再来就资料 从web OK 1,所以第1个动作 2的话呢,就是把它从 我刚刚这边一个网址 乐透云 所以你们记得 一定要后面是in-page 等于1,这个一定要出现 你不能说你一进去,你要点一下 然后再录 OK,找这个 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把 这个问号这个加上去的话 将来 你这个就没有办法 去增加这个变数了 所以把这个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接下来 我们就把它贴到 这边都按4好了 反正这个GyverScript问题 贴上,然后到 OK,然后 资料从web,然后到一下 这个时候他会跑了 反正你就看到是否 你就试好了 反正 最后的话呢,会出现有一个打勾的地方 你就把它打勾 按个汇入 汇入之后,他问你说汇入到哪里 那我就汇入到A1 按个确定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接下来的话呢,就把它开发人员停止录制 停止完之后的话,接下来因为目前只有 一个page 我们要54个page全部下来 那全部下来的话 当然就是啊 直接就是 再找到那个我们刚刚录制的 聚集 按下编辑嘛 OK 然后呢,就会找到 他会把那个 VBA打开来 在我们的这个新的活跃部里面 他已经帮我产生一个module 那姿态小了 我前面讲过了 我们就工具选项,撰写风格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大概到12号字好了 发太大 OK 好,再来的话呢 我习惯是把这个注解 因为这个注解有点多余的 那你会发现 他会有with到endwith 意思是说他的开头都是这个东西 叫什么呢 ActiveShoot 就目前的工作表里面会用到一个物件 叫query query就是查询 Tables 就是表格啦 很多表格的付出嘛 意思是说 这个物件就是要帮你怎么样 去找到网页里面 有 表格的地方 然后呢 后面有个add的方法 去连线 有没有 Connection是连线 连线什么呢 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就这个网址 那也就是如果你现在在执行的话 他还是会抓一个 如果你要抓很多个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这个外面 包一个回圈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 第一行的地方 我先 输入一个for回圈 所以你就打一个for 假设我今天需要一个 for i 等于 1 到 54 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再来的话呢 你就把刚刚这一段 vis到endvis 这一段程式 把它 拉到它的中间 我的习惯是 就是拖拉放开 但是呢 因为它的阶层 我讲过 它这个跟它目前 fornets跟vis到endvis 是同一阶 请你按一个tape 选取按tape 让它换下一阶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底下 再来就是 把这个 里面有个数字 把它改成i就可以 OK 特别注意 那这个1 我们改的方法还记得 双一号两个 1到中间 e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放个i就可以了 然后vva end要空白 应该有印象 反正这个我们已经做n变了 所以如果你还不记得 反正如果你要把i放进去 就背那个口诀就OK了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已经全部写好了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呢 有没有看到这个的下一行 这个叫什么 Distination 意思说你要放在哪里 放A1 可是你第一次放A1 第二次 第二个page你又放A1 第三个你又放A1 那会怎么样 基本上我先弄一下 给各位看 基本上 其实能不能跑 好像也可以跑 只是说他会怎么跑呢 他会先跑 第1个page 下来之后的话 那你第2个的话 他会把他放在他的前面 他再往这边移动 所以会把他挤过去 所以他又一直挤过去 所以如果你54个page全部下来的话 他会变这样子 哎呦真错 特别最后这边有一行 comment type等于0 请你把这一行删掉 或者你在前面加一个单以后 这一行不要执行 因为这一行的话 comment type 这一行 有问题 这个把他拿掉 或者注解掉 其他都不用管 OK 关键就这一行 然后执行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他可以跑了 但是他就是现在就是第1个page 第2个page 第3个page 但是会挤挤挤挤挤挤 所以最后看到你会发现 他会一直 一一一一一一 全部下载了 那你会发现 这边是最后一期 然后第1期在哪里 第1期变在这里 有没有 2019年的3月1号 有没有 可是这样好像不是我们预期的 那我们希望怎么样 我们希望他能够 一直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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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可以刚好一直可以让他往下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1 第1次是1没有错 我们的需求第1次是放1 可是之后的话呢 就是要让他向下追踪 比如说他最第1次放的话呢 可能是在第1列 Ctrl向下第2列的话呢 第2次的话可能就是要在Ctrl向下追踪到他的位置 然后变成说 追踪到位置的下一个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就要再修改一个程式 就是把这个1有没有 让他可以变成活动 也就是第1次是1 之后的话就一直往下追踪加1 追踪加1 可是问题这样怎么写 我想请对先试到这里 因为后面的话 应该可以看懂我律师吧 所以我基本上 1 请你录制聚集 录下来就 wist到end with 2 请你在外面包一个for回圈 并且把这个东西 搬到他里面 3就是把原来这个1 改成什么 改成 这样子 串一个i 再来的话呢 这一行可能要把它去掉 或者前面加一个单 因为这一行可能会是问题 这一行多出来 那再来我们还没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让他向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如果可以办得到的话 以后 只要你 其实网页上还蛮 网路上还蛮多 现在我类似的网站 他就是一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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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每一个每一页都有连续的编号 那假如说你懂得用这个方法的话 其实网路上还蛮多可以下载下来的 你就不需要去 土法链钢 也可以把那个 你要的资料全部都把它当落下来 嗯